最近几周阿斯利康疫苗持续受到安全问题的困扰 欧洲药管局昨天再次召开新闻发布会 我也全程线上参与 不过并没有什么干货 虽然欧洲药管局承认 阿斯利康疫苗和血栓病例之间的可能联系 但仍然推荐各国继续使用且不设限制 大家好 我是陈斌 在柏林带你了解欧洲时针 欧洲药品管理局周三宣布 阿斯利康疫苗和接种后发现的罕见血栓病例之间 可能存在联系 并表示这些副作用将被清楚地标记在 疫苗产品信息中的药物不良反应 不过 欧洲药管局局长安莫库克坚持认为 阿斯利康疫苗在预防新冠病毒方面的好处 总体上超过了副作用的风险 他还强调 医护人员和接种者必须意识到这些风险 并在接种后两周内留意可能出现的症状 其实 欧洲药管局紧急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原因 是该机构的疫苗评估小组负责人 Marco Cavalleri在意大利《信使报》周二登出的专访中声称 阿斯利康疫苗与罕见的脑部血栓病例之间 有明显的关联 此文一出 欧洲药管局立马否认了这一说法 并发布声明表示 人在对阿斯利康疫苗进行检测和观察 将尽快宣布结果 因此 周三就召开了这个新闻发布会 但是 周三宣布的结果一切都是暂时尚不清楚 以及有可能 当事人Marco Cavalleri也并没有出现在新闻发布会 关键时刻 欧盟机构拿不准主意 成员国不得不自作主张 松散的欧洲联盟一如既往 由于欧洲药管局一直力挺阿斯利康疫苗 认为没有证据支持限制使用该疫苗 因此 欧洲在上个月大面积暂停使用该疫苗之后 陆续恢复使用 仅丹麦和挪威仍然完全暂停使用 直到本月中旬 多数国家虽然恢复了接种 但将年轻人排除在适合接种人群之外 欧洲药管局总部所在的荷兰 已暂时停止60岁以下人群使用阿斯利康疫苗 德国也暂停了60岁以下人群使用 瑞典和芬兰则批准 阿斯利康只对65岁以上的人使用 而法国将分界线设在了55岁 那么打了第一针阿斯利康的年轻人 接下来怎么办呢 以我所在的德国为例 卫生部门建议 60岁以下的人应该在12周以后 以辉瑞或者莫德纳疫苗代替 当然了 民众也可以在和医生商量之后 决定继续使用阿斯利康疫苗 对于德国卫生部想出 混着打疫苗的吃螃蟹计划 欧洲药管局在周三的新闻发布会上 并没有表示支持 并称 这种做法没有科学数据支撑 现在还无法判断好坏 德国本地多名医学专家 也并不建议疫苗混着打 之前我说过 欧洲各国抱团暂停接种阿斯利康疫苗 可能不仅出于科学考虑 也出于政治考量 是为了显示欧盟的统一立场 因为阿斯利康公司总部设设在英国 并和牛津大学共同研发疫苗 欧洲大陆想疑似给脱欧的英国 一个下马威 那么在整个欧盟920万接种者当中 报告了至少44例罕见的血栓病例 大多数病例都是年轻女性 英国在1800多万接种者中 也报告了至少30例血栓事件 其实从概率上来讲并不算高 所谓旁观者心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流行病学家 Jennifer Knutel 就对欧洲政府的举动表示惊讶 他说暂停审查数据是好的 但是全面暂停疫苗接种 意味着在保护人们免受疫情侵害方面 失去了基础 欧洲此举可能会对疫苗推广的总体情况 造成伤害 再次降低人们对疫苗的信任度 巴克莱银行最近发布了一份报告 研究了阿斯利康之前的一些监管问题 并提出大部分的争议都有一个政治的起源 而不是科学的起源 报告指出欧洲药管局为该疫苗所批准的内容 与一些欧洲国家授权使用该疫苗的方式之间 存在了一些差异 并推测某些国家政府 可能一直在为令人沮丧的疫苗推广计划 寻找责任人 其实这和我个人观点不谋而合 欧盟疫苗进展速度缓慢 现在第一季度已经过去了 27个国家当中只有5个国家完成了预计目标 接种了80%的80岁以上的老人 这个目标还不算高 从这个表格可以看出 脱欧的英国已经有近一半的人接种了第一针疫苗 而欧盟的领头羊 德国第一针接种率进不到13% 我个人猜测几个月之后 欧盟国家依然不会完成疫苗接种计划的目标 到时候一些欧洲国家的政客 就会把阿斯利康作为替罪羊 然后对民众说 由于阿斯利康的风波 导致预期疫苗供应量大幅缩减 因此不是我们政府计划不周反应过慢 要怪就要怪治药商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